美国5月份通胀率8.6%,未来是否还会更高?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报告称,5月份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加速,价格比一年前上涨8.6%,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快涨幅。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广泛指标,涨幅甚至超过了道琼斯8.3%的估计。 除去波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,所谓的核心CPI上涨了6%,略高于5.9%的预期。 按月计算,整体CPI上升1%,核心CPI上升0.6%,而预期分别为0.7%和0.5%。 飙升的住房、汽油和食品价格都促成了这一增长。 能源价格较一个月前大幅上涨3.9%,使年涨幅达到34.6%。 在该类别中,燃料油每月上涨16.9%,将年度飙升推高至106.7%。 住房成本约占CPI的三分之一权重,本月上涨0.6%,为2004年3月以来涨幅最快的一个月。 5.5%的年度涨幅是自199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食品成本在5月份又攀升了1.2%,同比增幅达到10.1%。 这些不断上涨的价格意味着工人将在本月再次减薪。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另一份新闻稿,4月份实际工资下降0.6%,尽管平均时薪增长了0.3%,在12个月的基础上,实际平均时薪下降了3%。 一些最大的增幅来自机票,本月上涨12.6%,二手车和卡车,本月上涨1.8%,以及乳制品,本月上涨2.9%。 汽车成本一直被认为是通货膨胀激增的领头羊,并且在过去三个月一直在下降。 因此本月的这种增长可能是一个不祥的迹象,因为二手车价格在过去一年中已经上涨了16.1%。 5月份新车价格上涨1%,汽油、食品和大多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5月份飙升,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40年来的新高,并使美国家庭无法从价格上涨中喘息。 美国猖獗的通货膨胀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迫使他们为食品、汽油和房租支付更多的钱,并降低了从理发到电子产品等物品的负担能力。 低收入人群,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正在苦苦挣扎,因为平均而言,他们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生活必需品所消耗。 周五的数据削弱了人们对通胀可能已经达到顶峰的希望,并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即将衰退的担忧。 由于已经加息75个基点,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乃至2023年继续收紧政策。 据估计,央行的基准短期借款利率目前锚定在0.75%到1%左右,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升至2.75%至3%。 高通胀率意味着美联储在下周开会时几乎肯定会继续大幅加息。